文化艺术讲著及促进条例施行细则 第一条 第一项本细则依文化艺术讲著及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本条例 第34条规定定定 之 第二条 第一项本条例 第三条第二项第一款所称传统文化艺术 指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传统匠师及其他传统文化技能、艺能与技术 第三条 第一项本条例 第三条第二项第八款所称文化机构 指依法令设立之下列机构 一、博物馆或美术馆 二、图书馆、资料馆或档案馆 三、纪念馆、文化馆、文物馆或陈列馆 四、戏剧院、歌剧院、音乐厅、演艺厅或实验剧场 五、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文中心或艺术馆 六、生活美学馆 七、其他与文化艺术有关之机构 第四条 第一项本条例 第三条第三项所称文化艺术事业 指依法设立登记或经政府立案之机 构、学校、法人、团体或商号 其设立目的宗旨、登记事项、营业项目之主 要范围符合本条例第三条第二项之规定 第五条 第一项本条例 第十条所称职业灾害保险 指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所规定之保 险 第二项中央主管机关应于一文采购契约 明确规范厂商应为一文采购案件与厂商职 皆发生契约关系之劳务提供者 依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投保劳工职业灾害保险 第三项前项未能投保职业灾害保险之劳务提供者 厂商应为其投保含有伤害、失能及死亡保障之其他商业保险 第六条 第一项本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项用词定义如下 一、公有建筑物、为金主管建筑机关核发建造执照、政府机关、构、行政法 人、公立学校、公营事业、依法核准由民间机构参与投资新 办之建筑物及具纪念性之建筑物 二、重大公共工程、计划预算总金额达新台币5亿元以上之政府机关、构 行政法人、公立学校、公营事业及依法核准由民间机构参与投资新办之公共工程 但不包含抢险、抢修等具紧急、临时性职之公共工程 三、新办机关、构、新建、增建、改建、修建工有建筑物、重大公共工程之 政府机关、构、行政法人、公立学校或公营事业 四、公共艺术、只设置或陈列于公共空间之绘画、公益美术、雕塑及其他利用 各种技法、媒材制作之平面或立体艺术创作 五、建筑物及公共工程造价、指直接工程成本 包括直接工程费、评管费、诗 工中环境保护费及工地安全卫生费、材料检验费 承包商管理费及利润、营业税等 六、公共艺术制办理得鼓励纳入传统工艺美术或传统文化元素 第二项一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设立之基金或专户 经费运用范围应与文化艺术箱 关、除可运用于公共艺术制办理、管理维护外 至少四分之一经费优先统筹 运用于传统工艺美术扶植传承、人才培育等相关事宜 第七条 第一项机关、够 接受本条例第28条第一项之捐赠标的 应考量该机关、够 设立宗旨及功能、搜葬政策、保存维护与营运管理之相关事宜 第二项本条例第28条第二项所称之专业咨询会 该咨询会委员由受赠机关、够 就具有相关专门知识之专家、学者派监或聘监之 第八条 第一项政府依本条例第32条 第一项规定委托法人、机构或团体办理奖励或补助 十、应审着案件性职及受委托法人、机构或团体之专业能力 第九条 第一项本条例第32条 第三项所称资讯透明及利益回避相关规章 指为强化对讲 利或补助案件资讯透明公开制度 便利共享及公平利用奖励或补助资讯 及提升行政效能、有效促进政府连结之规范内容 第二项前项资讯透明公开制度 应包括评审结果及评审委员名单之公开 第三项奖励或补助之评审委员 其回避应依行政程序法第32条及第33条规 定办理 第十条 第一项本系则自发布日诗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